女星王靖 7日迎來25歲生日 在社群寫下 我有一種預感 25歲的我會非常幸福喔 因為我們相遇 是最美好的一件事了 這粉紅泡泡的氛圍 讓人不禁想問 王靖是不是交男朋友了 今日有網友 在Dcard追星版發文透露 過年期間在年貨大街 巧遇曹又寧和王靖 內心感到意外 想說他們怎麼會走在一起 接著開始柯南辦案 從兩人的IG照片中 發現四大共同點 一樣的戒指都戴在食指 一樣的手鍊 同一天發文寫同款春聯 同一天發文去世林夜市 不只如此 還有其他網友也發現 王靖今年生日收到的包包 疑似是曹又寧媽媽的手作包 諸多的安昧巧合 引發外界懷疑 兩人的感情關係 對此曹又寧經紀人表示 年輕人正常交友 一人私事 我們不過問 王靖經紀人也回應 謝謝大家關心 年輕人正常交友 公司這邊不過問